你哪有位子叫做王老 随着船长船员号令逐一登船 从东石渔岩码头出发 今天要去的是台湾著名的景点 也是维系科农重要命脉的外散顶州 到外散顶州得搭船 从东石渔岗到外散顶州 过去可以搭竹筏前往 但现在要搭合法的观光船 船前约40分钟 在船上船长准备新鲜的海鲜美食 搭配上几首歌曲欢唱 欢乐的时光让40分很快就过去 受到很多音速的影响 现在外散顶州的面积逐年在减少 也被外界称为是消失的国土 中间沿途可以看到不少科农搭建的科棚 过没多久映入眼帘的是海洋中一片大沙洲 也是今天的采访目的地 更是台湾目前很有可能移动中的消失国土 踏上外散顶州卷库馆打赤脚 而且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 它之前在四年前它是临时码头 不过受到沙原流失的影响 这里已经无法再使用了 您看到现在留下来的是一大片的残骸车棚 外散顶州台湾沿海最大的沙洲 现存面积约一千余公顷 因形状四散得名 主要由左水溪的泥沙冲击而成 1960年代外散顶州曾居住近千人 现在州上已经没有常住人口 受到波浪沿海流和东北季风影响 外散顶州面积减少不断移动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1956年外散顶州 还有两千公顷在东石港左侧 但两千年后已经明显偏移 平均每年往南方向飘移60到70公尺 气候的变迁 风浪 台风 气候的异常 造成外散顶州逐渐逐渐的消失在地平均 很多专家也预测 外散顶州如果没有来做保固 可能在2028年就变成消失的国土 跟着无陵山脚步踏上外散顶州 他是在地东石人 20多年的开泉经验 现在已经退休 担任观光导览介绍 外散顶州从小看到大 整体的变化相当有感 一两百公顷而已 以前是两三千公顷的面积 我89年做观光渔法的时候 我们这个沙洲还有五六米 甚至做的定沙 它还有达到十米高 但是你看 现在变成沧海三天 滚稳沙时伴随海风吹动 风飞沙的情境 站在沙洲 没戴保护眼镜 连眼睛都张不开 重大沙洲变成小沙洲 外散顶州处处可见减少痕迹 舟上唯一的灯塔 2017年基座还在沙洲上 来到2022年 现在灯塔基座已经沿没海中 变成海上灯塔 过去30年的监测结果 外散顶州在过去30年 大概已经往南移了大概10公里 往东大概移3到5公里 整个往东南移的结果 造成它的面积有一些流失 过去30年大概从1900公顷 减少到大概1000公顷 每年平均30到40公顷的面积 正在消失中间 政府应该把这个外散顶州 做了一个最好的固杀工程 不仅保有我们乡亲养殖 儿子的经济收入来源以外 也保固沿岸云嘉兰的 这一些靠海的村落 不受台风 不受风浪的影响 维持他们的经济生机来源 外散顶州面积变化有多少 根据统计 1994年到1998年间 外散顶州面积为递增 平均每年增加0.766平方公里 1999年起面积逐年减少 平均约每年减少0.378平方公里 每20年就减少500多公顷的沙量 1994年到2015年 摊线面积观测 外散顶州海侧摊线 北端以每年30.5公尺 南丹云每年119公尺的速度 往内陆内缩 若缩小的趋势不变 2023年涨潮 外散顶州几乎全部消失 2028年没入海平面以下 最后在2060年完全低于平均潮位 沦为浅墨沙州 首当其冲的就是东石经济命脉 养科产业 科农熟练地挖出一颗颗鲜美颗仔 东石有蚵仔的故乡美称 从老到小 每个人几乎都会挖颗 光是在嘉义 牡蛎的年产量9181公顿 占全国将近一半 产值11.72亿元 但受到面积减少影响 还有越南进口压力 全国牡蛎产值 从2013年的新台币61亿元 跌到2019年的36亿元 第一线科农每年捕获的科载 一年比一年少 所以造成养科的一些 养殖的一些生产的数量 有在下降的趋势 为了抢救外山顶州 行政院召集各部会 成立抢救方案 开出四大药方 包含抛杀养摊 杀州补膏 设置自杀设施 以及人工保护藻礁兼削浪 效益监测评估 杀州造林等四方案 希望能减缓杀州流失 但不少在地人仍表示 现在抢救太晚 计划仍未展开 而且还得经过多方部会协商 真的要实施完毕 恐怕不是三五年可以完成 南边相关的三条路 或者是波子鸟的渔港 它也会做航道清淤 这些清淤的土方 我们希望它回到海里面去 所以由北到南 然后到南边北港西 也一样会做一些 河口的输具跟养滩 利用这边由北到南的 迂回公沙这个策略 我们希望长期让这个沙子 能够逐渐回补到外山顶州 那这外山顶州一方面 它的土沙子获得到补充 那渐渐的不要流失之后 能够慢慢的把它长回去 政府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要设法在外山顶州 这个区域 从行政区画的角度 去设置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 那在雇沙的部分 其实以目前的技术来讲 最好的方法应该还是以种植 我们所谓的像防风林 或者是一些能够定杀的这些树种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方法 科农命脉 观光产业 外山顶州 千亿法动全身 抢救国土大作战 势在必行 TVM新闻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